公時必須扣掉六日,因為六日是放假日 除了六日之外的話 還要扣掉什麼呢?扣掉國定假日 那國定假日的話呢 行政院人士行政局有個官網 它上面會有公告 那實際上你可以把那些公告日記抓下來 放在這裡下 就可以算出 精確的 公時 那公時的話呢 有兩種需求,一個是 總共 需要的天數 比如說 我們這個日期 2008年,假設2008年到 2014年的,就今天日期 這兩個日期 總共呢 這兩個日期 總公時為幾天 幾天的話 那如果說我要計算 這個所謂公時 必須是扣掉 禮拜六、禮拜天 還有國定假日 那這個當然 其實這裡我們是用 2008 我看改一下 2014好了 假設2014 那當然你的那個 底下這個日期 也必須要把它 通通改成140 假設說 我們2014到 20 2014的 1月1號到 4月8號 那這裡面 相差幾天 那必須扣掉什麼 扣掉6日 之外 還有底下 這幾個 這幾個 所謂的國定假日 那我怎麼知道說 這中間 這一天 這一天到這一天 他的公時為幾天 那這個地方 當然你就可以利用 在日期時間函數 裡面的 有個 network day 那這個network day 就很聰明 他就幫你把 把 禮拜六 禮拜天 扣掉之外 還幫你把 這些國定假日 也扣掉 OK 我們按確定 第一個 他問你說 你的start day 就是 這一天 end day 就是這一天 另外holiday 那這個中間他已經幫我把 六日排除掉了 之外呢 他會跟你一樣 那holiday的部分特別注意 你必須給他是一個範圍 再給他一個範圍 實際上就是一個陣列 給他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選舉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放到這裡 那只要這個範圍裡面的日期 是在 這一天到這一天中間的話 他就幫你把他扣掉 把他扣掉 所以這裡的話 把這個這個日期 把他選起來 OK 總共66天 按確定 公時就算出來了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呢 沒有給國定假日的話 他是70天 給 這個把國定假日加上去的話呢 就66天 OK 那 這邊holiday 加上去 OK 那基本上holiday有 有5天 那可是問題你會發現他只有扣4天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裡面應該有國定假日是6日的 那6日已經扣掉了 你不能說6日扣了再扣 如果現在你可能要考慮的 算完之後還要再精算一下 因為現在的 現在公告的很特別 就是說 如果是國定假日又是6日 好像不補假 但是明年之後呢 又要改了 好像說是什麼 如果有6日 他又要補假了 不過好像我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 但是補假 僅限於公部門 我不知道 這個新聞是不是 就算是